《龙珠超》 《龙珠超》,天使维斯已经不中立了,为何还没有停止他的能力? 《龙珠超》出现了一个相当厉害的角色,他叫做维斯,是天使,一族的成员,而且力量在破坏神之上 从《龙珠超》的设定来看,维斯既是比鲁斯的师父,也是他的夫人 简单来说就是要教会比鲁斯超强的力量,同时还要指导他守护宇宙平衡 关于维斯的人设,有助其享有的特点 比如维斯是天使,他在动漫中一直保持注重力,如果违背这种设定,就会被限制自己的能力,甚至从天使一族中消失 这一点设定虽然说说,但是在后来的剧情中天使梅尔斯就因为战队的原因而从宇宙中消失了 说到天使角色的设定,其实一直有所质疑的 从《龙珠超》的剧情来看,第七宇宙的天使是维斯,第六宇宙的天使是巴朵斯,还有其他宇宙的天使 他们整体上都是天使,一族的人,而站在天使顶点的人物叫做大神观 说来也是奇怪,大神观的子女还真不少,目前得知,最少有三人 其一是维斯,其二是巴朵斯,其三是梅尔斯 后期会不会出现新的角色不知道,但是很期待啊 看过《龙珠超动漫》的朋友应该清楚,如果天使不中立,那么就会停止他的能力 这一点对于他来说也是挺悲催的事情,不过,正是如此,天使才有超越所有人的力量呀 话说剧情中,天使维斯有没有不中立的时候,似乎剧情中已经给出了答案 维斯存在两次不中立的时候,可是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消失 对于这种设定,或许是鸟山明老是刻意而畏 维斯复活了地球 还记得弗利萨复活的那一段剧情吗? 他来到地球,目的是要找孙悟空算上 可是在对吉塔和弗利萨交战中,弗利萨居然把整个地球都给了 如此设定,还以为没久了 谁了?维斯通过使用自己的力量将时间倒退了三分钟 维斯的这种举动,显然是要帮助悟空等人,如此一来,也算是打破了中立的立场呀 可是原本的设定并没有奏效,反而给了维斯一些很特别的设定 比如维斯这么做是比鲁斯受益的 维斯帮助大特回到过去 在扎马斯片中,大特再一次回到悟空的世界里 而这次遇到的对手更难缠,甚至贬成悟空的模样去清除所有人类 经过一番战斗,总算是打败了扎马斯 可是为了完结大特的故事,只能清除当时的宇宙 而大特无法回到那个被清除的宇宙 维斯便出手相助,这么一来,似乎也是被迫不中立呀 对于这种设定,维斯依然能够存在于世 其实想要说明维斯是否存在中立 这个真的不好说,毕竟是比鲁斯受益的话 即便很明显的不中立,也不会有什么惩罚的 本期话题 天使维斯已经不中立了 为何还没有停止他的能力?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 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再见